一辆隐灰色箱形车本来比值得在路上行驶 结果开到公安处时突然撞上安全岛 箱形车腾空翻起左边车轮摩擦安全岛向前滑行 车子一度还冒出绝红色火光 最后翻覆倒在路中 惊悚瞬间都被监视器拍下 9号上午7点多 桃园归身中一路一断 发生箱形车自撞安全岛翻车意外 由于车辆横躺在路中 一度造成归山往林口方向车流回堵大塞车 直到一小时后才排除 原本以为是天雨路滑造成翻车 结果警方调查后发现又是酒驾酿货 另外上午在金门精灵箱 发生一起擦撞意外 一辆重机往琼林方向行驶 左转双球路口时 与铜像一辆游览车碰撞 造成重机卡在游览车下方 机车骑士脚步骨折 后座乘客有炉内出血等伤事 肇事原因警方还要再深入调查 记者刘志展黎君龙 庄梦如桃园金门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宇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宇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没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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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还空前 factories干凌铛的出血痛点被取得了 día想像是可可易有联系里的火灯的出血弱的火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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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